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选股宏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时放 恒姐今早在高位度窄幅上落 早市低开后曾跌过大约160点左右 很快低位反弹 一度升过78点 之后在高位度窄幅上落 半天收报28,910点 跌了42点 跌幅大约0.2% 但市场的成交维持近期疲弱的水平 半天有843亿 科技股个别发展 美团虽然遭到监管当局调查 大股价今早上升了超过2% 而一些娱乐消费的科技股 如心动、月文明显看到 继续强势有资金追捧 有些体育用品、服饰股 走势都是偏好 而航运、上游工业和资源股 都继续强势 药明生物 2269 遭到大股东的减持 股价半天跌了接近6% 不过无碍其他药品或生物科技股 继续有炒作 如京东健康、康熙乐 今早上升超过半成 而综合药箱 如怀孕医药 3320 大家都可以留意 怀孕医药 业务包括制药 保健产品、药品分销、零售 和产品研发等等业务 但相比上半年 即去年的上半年 收入跌了超过一成 而顺利减少了一成半 反映到下半年的业务 已经逐步恢复了 而怀孕医药 其实去年 证明了多项收购 除了可以丰富旗下的药品 或者保健产品的组合之外 亦都加大了生物药的发展 包括增持了血液製造的生物公司的股权 而集团核心的药品分销业务 其实持续发展 包括进行数码化转型 積極拓展电商业务 加快一些器械分销业务发展等等 这些方面 其实都有助推动业绩的表现 至于股价 华润医药 其实在上个月 即3月份 升到上去5.89 一个今年的新高 之后 就出现调整 但一落到50天线 已经找到支持回升 而近日 其实再次挑战5.3的阻力位 一旦能够突破企运 就有没有再展开新一轮的升浪 再次尝试5.8 甚至今年的高位 5.89的水平 而指涉位 就可以放起50天线 目前大约5元的关口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各位收看 请不 kayak